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下的以色列国王是约兰 是雅哈的儿子 雅哈在位时 他使以色列全国陷入偶像崇拜的罪恶中 此外还有欺压百姓的恶性 由于雅哈的罪恶深重 耶和华曾经透过新知以利亚当面来谴责雅哈 则被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我发怒 又是以色列民陷在罪里 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你 将你除尽 凡属你的男丁 都必从以色列中捡出 后来因为雅哈尽食自卑 上帝决定等到雅哈儿子在位时 才降下灾祸 耶和华神有给时间及机会来悔改 但约兰依然行父亲雅哈时期一样的恶行 耶和受高为王之后 即刻执行神的审判 除灭行恶的雅哈一家 耶和到了耶色列的地方 去见在此养伤的约兰 这是当年雅哈 耶喜别流无辜之人的血 拿捕的地方 但约兰去问耶和平安吗 耶和回答 那你母亲耶喜别的隐形邪术这样多 焉有平安呢 约兰得知耶和的来意后想要逃跑 随即被耶和射杀而死 并将他的尸首弃在拿捕的田间 实现了上帝对雅哈一家的陈处 耶和接着处置耶喜别 耶喜别死到灵头时 仍不知悔改 还在装扮自己 想让自己风光体面 并且语气尖酸刻薄 结果被人从楼上扔下去 写见田野 尸体被践踏 被野狗吞吃 死转其场 应验了先知的预言 本章经文很特别的出现 五次不同的人问平安吗 耶和的将军从跑中问他平安吗 约兰两次打发仆人去问耶父平安吗 随后约兰亲自问耶父平安吗 最大恶极的耶喜别也问即将杀他的耶父平安吗 在这里我们看见问平安的人心中其实并没有平安 他们开口问平安 其实是渴望着得着真正的平安 我们要知道平安是神所示的 且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神对雅哈家的审判也让我们醒醒 未来每个人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 按着命定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期盼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 平安喜乐的来到主面前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过错 并且悔改认罪 也求主释下平安 指引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